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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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床地带就变得比周围岩石更加坚硬 更耐侵蚀 经过不知多少岁月 风化带走了较软的地质 也就把凹陷的河床变成了凸起的河床 很多同学可能会说这有些不可思议 甚至会持怀疑态度 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地球上也不少 北苏丹和埃及地区就有这种现象 有时候我们通过谷歌地球 通过卫星也能找到一些实力 所以说火星上河床的凸起并不能成为否定火星有水的证据 但不论如何 不管是有水论还是无水论都是我们的猜测 除非我们能够找到火星上存在水 否则 争论会一直持续下去 大家认为火星上有水吗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